哎呀,这太划算了,一盆变几盆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看看高牙 是怎么样能够摘高牙 这些植物,特别是兰花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它的茎叶或者是它的花梗上面 会长出新的苗来 给大家看看 你看我这一棵石虎 就是在它的顶端 长出了一个新的 带着金,带着叶,带着根 这就是它长出来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新苗 等它的根大概长到两三厘米 或者一两厘米 其实像这个石虎这样的话 它已经变成白色的 咱们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 像这样,两厘米左右吧 就可以把它摘下来 就成为一颗新的 新的一个盆栽 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 这个彩虹之舞 似乎也是 你看它也是 长了这个高牙 这个也都是 就是您看的 觉得两三厘米 像我这个样子 就可以把它摘下来 还有这一颗 这一颗蝴蝶蓝 这颗蝴蝶蓝 是这个 是这个 现在根也比之前长得长的长一些 这两个是完全可以摘了 这个根已经很长了 而且它现在是长了三片叶子 这一颗呢 就是我之前从另外一颗石虎上摘下来的 就是它的小苗 然后就放在这里 你看它就成了新的一盆 有新的希望 感觉好像 还是那句话 子子孙孙 那么这个顶牙 你看我怎么摘 很容易 像这个 如果您怕弄着了 那你就是 像我现在是单手操作 因为这个是这样 你看 它这个是 你可以观察一下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 连接到它的这个 这个花茎上面 花梗上面 那你轻轻的把它 看 这样 我是用指甲 轻轻的把它稍微掰一下 扭一下 就可以 很容易 我现在单手操作 我不知道 可不可行 不会翻车吧 好 看 就给它 拧一下 如果你是觉得 看 看 这样轻轻的掰 然后你看 就很容易 我这单手操作的很 如果你两只手的话 一只手 扶着这个花梗 一只手在弄的话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不用担心 会怎么样 好 我这个把它放在这里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实乎也是一样 其实你就轻轻的把它 一弄一扭 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 那么我来做一个这个演示吧 这个看着 单手操作容易一些 就是这样 就是把它 一掰 看 一掰一扭 它就可以看 很容易 就可以下来了 好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种起来了 非常 非常简单 不用担心 如果像有的是 可能粘得比较紧的话 那你用小剪刀 借住一下剪刀 给它剪一下 也都是可以的 那么弄下来之后呢 高牙摘下来之后 你看我这个 它就有种的 我这个是实乎 实乎我用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还加了一点点 这种碎的木屑 就是土 加了一点土 然后主要是火山石 然后有一些树皮 都在这里面 还有加了一点点桃栗 因为我现在为什么 压了两个石头在这 因为它的根 像这个 它的根是比较短的 所以有的时候 放到这个盆里 它不太弄得稳 所以呢 我给它放了石头 稍微把它压一下 把它固定着 它就不会东倒西歪 这也是给大家 提供一点点 小小的这个 小小的经验 给大家参考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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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兰 像这个蝴蝶兰呢 我也是 推荐就是 你可以用水苔 或者是用 这个 树皮质料 或者加一些 什么火山石 像我这一颗蝴蝶兰 我这个蝴蝶兰 它里面就加了一点 织金石 一点 一些 然后再是树皮 什么的 就在这里面 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我的这个盆呢 它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透气 我就是 所以是这样 你看像我这个石壶呢 也都是用的这个 树皮 然后再加点 木炭 或加一点石头 主要都是这样一个 我这个里也是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治疗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像这种 疏松透气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我这颗 我就再演示一下 怎么样给它 上盆 你看像我这个 它的根真的长得很长了 确实需要摘下来了 好 那你把它放到你 需要种的那个容器里面 特别像这些小牙 因为它本身很小 你不要切记 不要用大盆 一定不要用很大的盆 然后我现在就是用一个 小的杯子 扎了一些孔 我就准备给它 种到这里面 那么你给它 你手拎的这个叶片 把它位置摆好 摆到中间的位置 因为我现在单手操作 所以挺原谅 有的不太嫩 然后你去给它填质料 你去给它加质料进去 看就是这样 然后这只手扶着它 然后周边给它加质料 就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 你觉得这个质料太干 那你可以再加一些 那个水苔 加一些水苔进去 加多一些 或者是把它的根部 包一点水苔 然后再这样放进去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 然后就这样很简单 就把它的这个四周 把它这个质料 给它充满就好了 填满就好了 然后呢 其实也不着急 给它立马浇水 或什么的 你明天再浇水 都没问题 你想像这个蝴蝶蓝蓝蓝 它的气根 你想它都是 陋落在外面的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你干它一天 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你现在要浇水 其实也可以 但是一定是说 你不能让它 一直就是泡在水里 那样是 就是保证一个 我们说的 兰花一个种植的原则 就是它的质料 要疏风透气 它本身呢 要在通风光照 比较好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有利于它的生长 那么当你把质料都填满 把它的种植位置 都调整好了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就是像这个蝴蝶蓝 你给它放在 就是你喜欢的 就是家里的 就是中等光照的地方 就好了 然后就是 就是按照怎么 该怎么养怎么养 所以你看像我这一颗 你看就是 一盆就可以变 现在变成了 三盆 又多了两盆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两颗 反正比较小嘛 你可以把它种在一块 也都是可行的 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固定的一个说法 一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两颗小小的 种在一块 也是可行的 也是没问题的 就看你 但是一定是要记住 植料要疏松 要透气 然后呢 不要用一个很大的盆 去种这个芽 你看还有这个 也是 它的芽很小 你不需要把它 就是弄个很大的盆 那么这样的话 那该浇水的时候 就浇水 那就就可以了 然后这种小的苗呢 我说这个施肥 什么的 我觉得也都是 你可以就是 间隔的时间更长一点 让它适应一下 就是现在 能够把它种在这个土里的 这么一个环境 让它适应这个环境之后 然后你再给它 之后再给它施点肥 就再说 我觉得是这个肥料真的是 但是在这个小苗的这一段 你真的是不需要下猛料 那样对它来说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好吗 好 那我觉得 种兰花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 也就是 它的这个繁殖的这种方式 也是很有趣的 除了长性牙之外 它还可以有高牙 这样一个繁殖 可以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 就是家里有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像这小苗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可以就是满足自己 就是能多几盆的这么一个心愿 我这几颗刚摘的这个牙 我给它种好了 给大家拍一个后续 因为它们刚刚就是 跟它妈妈分离 从这个母体分离出来 所以呢 你现在也不需要给它 一个很强的光照啊 什么的 就是摆到中光的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 然后它这个 你看这个质料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你就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就把它四周填满 就好了 没有什么 我这个呢 主要就是用的树皮的混合质料 里面它带的有一点珍珠盐 然后有一点点水苔 是这样的一个混合质料 而且它这个颗粒比较大 我觉得对于初期来说呢 对于我们新手而言 我觉得这样的质料呢 它的保证一个疏松透气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非常建议 大家用这种透明的这种 这个容器会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里边它的生长的情况 特别是我这几颗 这个蝴蝶兰的高牙 它根很长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就能看得到比较清楚 用这个 而且容器 刚才也讲了一定不要太大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比较好 然后你要浇水啊 要什么它的根的情况 你都能看得到 它质料干不干啊什么的 就看得到 像这样的这个容器呢 并不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只是我现在确实 刚才随时找了一下 没找到的大小很合适的 我觉得这个大小 对它来说 是实乎是 对这颗实乎 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我的 就是把它放在这里面 这样 像如果 您是像这样的 不是特别透气的这个容器的话 那么你的浇水就是一定要慎重 因为你也看不到里边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下 浇水一定要慎重 同时这个石壶它本身哈 也不是需要说特别多的这个 不像文心们一样哈 你要保持用水苔会更好 它这个其实干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 特别是他们都是刚刚从 跟他们的妈妈分离哈 所以他需要对这个环境 一个适应的情况 所以大家水是要浇 但是一定要慎 要慎之又慎 不要过多哈 不要觉得呀 这个是不是干着了汗着了 你一定是看到它的 像特别是这种透明盆 等它 你看看这个情况哈 你采取浸盆的方式也很好 然后你浇水的话 那你 它的质料能够湿透 然后等它到时候再 这个杯里的质料哈 能够看到它全干 或者是半干的状态 你再浇水 或者再浸盆 我觉得这样 会比较合适 好 好 那关于这个 湿湖蓝和蝴蝶蓝 这个顶牙怎么摘 然后怎么弄到盆里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好吧 好 那欢迎您参与我的频道的 多多的讨论 看看你有什么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吗 好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